新月市有一家知名的鍋燒麵店 以痛風等級的豐盛海鮮爆紅 不過有消費者在網路上指控 他外帶紅蟳鍋燒麵吃到一半 竟然發現我們圈起來 這是塑膠繩 他向店家反映 業者卻嗆說 塑膠袋和塑膠繩傻傻分不清楚嗎 繩子針的時候就綁著 有退錢就已經不錯了 天文一出掀起了 聲然大波 一刀切開紅蟳 滿滿蟹膏蟹黃 讓湯頭更加鮮甜 不過新北市三重 有一家知名海鮮鍋燒麵店 卻爆出爭議 秀出照片 可以看到碗中竟然有黑黑的塑膠繩 網友就抱怨 外帶兩份紅蟳鍋燒麵 一碗請店家煮好 一碗沒煮 直接帶回家 沒想到吃到一半 卻發現裡面有塑膠繩 兩碗都有 都畫在湯裡 向店家反映 業者態度惡劣 標示那是綁螃蟹的繩子 蒸的時候就綁著 更加碼嗆說 吃到剩一隻半才反映 有退錢就不錯了 不過實際請教開餐廳的海鮮專家 直言塑膠繩 再怎麼樣都根本不該一起煮 非常的不恰當 一般我們在處理螃蟹的時候 一定都會先把它做一個先前處理 破文一出網友也紛紛炸鍋 直呼真心覺得奇葩 料理本該把綁繩拿掉 以前開海產店 這是一定要的步驟 醫師也分析 如果把塑膠繩吃下肚 後果不堪設想 我們的腎臟 就是會最先產生急性的傷害 有時候會造成我們腎小球的 那個急性的壞死 那當然其他的器官 可能也會累積這些毒素 造成一些致癌方面的一個影響 爆紅美食塑膠繩亂入 掀起軒然大波不僅影響 桃克健康恐怕也賠上 店家生育解釋報導